那往上有沒有,你會發現 這個功能應該在2010裡面沒有 有沒有,正列有沒有看到 那正列應該很熟悉吧 比如說我今天要往這個方向 要幾個呢 要四個,所以請你先輸入A,Enter 好,這邊有A,我要正列 幾個呢?四個 包含自己四個,OK,Enter 他會問你說,你要怎麼跑 那我們就是往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是90度 90度之後的話呢,那距離多少 距離就是 90除以4再加多少 一個間距嘛 他是從算的方式從這邊基準點 算到這邊再上去5 所以變成怎麼樣 90除以4加上5 對不對 那你想說,那我是算一算再填上去嘛 其實不用了 也有一個簡單的辦法 你就這邊也不是一個計算機對不對 按下去 如果你這個尺寸很複雜的話 請用計算機 在哪裡呢?在這邊有沒有 這邊按鈕啊 一般 一般有些老師他不太用這個啦 我是覺得這很好用 就你直接在這邊呢 用90 90 清楚一下 90 除以4 加上5 等於多少 27.5 出來之後的話呢 請你按什麼? 套用 他就會把結果套用過來 27.5出來對不對 先決定距離 再決定方向 方向哪個方向呢? 其實他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以後 這個 複製陣列 你很多方向 一下 像那個樓梯有沒有 也可以用複製陣列 8個一下就出去了 那方向請你給他90度 所以你看到有沒有 90出來有沒有 就按Enter就好了 他就會剛好在我們要的位置 Enter 再一次 複製陣列 第一個 給他一個 再一次 這邊先複製 選這個物件 然後基準點一樣選這裡 接下來的話 AEnter A Enter A Enter 然後 四個 輸入四 輸入四個 Enter Enter之後的話 第二點 第二點的位置 我們就輸入27點 或者你用計算機 27.5 27.5 Enter 那方向的話 請你給他 這個 90度 往90度方向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正教 或者是說 正教一定就是只有這個方向 你就往上 往上的話 這27.5 27.5 Enter 好 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的話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淨色也可以 或者是用複製也可以 這幾個 空白鍵 然後從哪邊呢 從 複製 選物件 從這一點 位置多少 那個 如果用計算機 也是一樣 75 除以 2 2 3